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HD说车 我是郝德哥 那现在呢我们是在2019广州车展的传奇展台 那我身旁这辆车呢就是这次传奇带来的全新的GA8 那其实说到GA8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 其实昨天的媒体日正日子呢 其实GA8并没有做一个正式的发布 它在第二天呢专业观众中拿出来做一个展示呢 我觉得其实传奇的这个思路也很明确 因为这款车已经是明年的4月份 北京车展才正式的去公布发布 那这次拿出来呢主要是收集一个 大家对于它首先外观啊设计啊 包括内饰的一个最初的感受 那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其实作为GA8是传奇整个家族最旗舰的轿车 大家回想一下其他的中国品牌 比如说吉利啊包括长城啊还有长安 所有这些车企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个尺寸的轿车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传奇这份勇气还是很 怎么讲勇气可嘉去推出这种旗舰轿车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坐轿车要比坐SUV难多了 那我们具体看到它整个的前脸呢 让你觉得好像似曾相识 没错这种大嘴的设计呢 在包括奥迪啊包括我们很多自主品牌 其实都用类似的造型 我觉得GA8的这套 因为我们现在不能确定它是不是叫零云翼 更新一代的设计语言 至少这个设计的前脸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GA4GA5 是稍有区别的那另外呢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旁边的这个镀铬和雾灯的装饰呢 形成了一个非常锋利的这种疗牙的形状 我觉得也是为整个的比较这种沉闷的终极车带来的一个新鲜感 那其实走到车身侧边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看到它的轮毂 18英寸电镀的轮毂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彰显整个车品质的一点 那至于尾部呢相对来说没有使用到我们贯穿式的这种GA6的尾灯 而是一个分体式的尾灯了 再聊一下它的这个车身尺寸啊 5米多的车长 3米的轴距 这个车长 这个尺寸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动力2.0T的高功力 我们在它的尾标上也看到了是390T 这个390T应该超过了现在传奇所有的这个动力输出的一个标定 这个更高功率的一个输出 好的那关于内饰呢 因为这次展车并没有去公布一个内饰的 我们只会透过玻璃去简单的看了一眼呢 还是我们熟悉的传奇之的贯穿式的屏幕 然后内饰的内装呢非常的考究非常的豪华 那我们也期待呢之后在北京车展呢 正式的GA8呢有一个公开的一个发布 好的这就是关于GA8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